歡迎收看台新聞 採訪新聞 同樣對一位部分帶你來關心 今天這位中心公佈 沒有增加本土的媒體 但是在境外的媒體部分有15例 不過在這兩天大家也很關心 風越越多的軍族受驚 因為在台北也有特徵 這兩的地方都有發生 這位中心也在確定了 他的基因定屬以後 做出了新的判斷 中湯有6個 台北有1個 本來是算境外刷入的個案 現在改判是做本土的個案 而且這個環境感染的機會是比較大 趕緊來聽指揮中心的上心說明 865為16768的相關感染 那案16859為案16870的相關感染 6樓我們是確定是一個環境上 所引起的一個群聚 那8樓這個關聯 還要再做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不過8樓因為他基因定序相同 所以目前把它列在我們的本土的案例 至於他的關聯情況 還有進一步的調查 好 剛剛說明的是在 頭腦的入管的部分 甚至沒有來看在台北的入管這邊 也經過了基因的比對以後 本來對甘寶座立經的案16859 它是在立大期間 對美國入境的案16870來感染到 等到立開了入管 回去到紀蘭 在組織健康管理的期間再來發明 兩個人是因為有過接觸才來問到 也就是說因為空調冷氣頂頂 傳上了8度 這部分目前都還在調查當中 不同 事實上這個基因序列我們先前 並沒有在我們的本土或境外入的病例 有發現過 它帶有的一個突變的位置 我們到這個國際上的這個 圖圖的序列這邊去做資料庫去做比對的話 是沒有比對到有柬埔寨這邊 已經上傳的病毒株有相同 不過在美國這邊上傳的病毒株呢 則是有1600多筆 是相同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個也是跟我們後來這個研判就是說 應該是美國境外入的這個16870 罹患這個病毒株的可能性最高 那這個柬埔寨境外入的這個個案 它雖然也帶有這個 比較像是由美國 上傳較多的這個病毒株 不過應該從這個發病 以及就是檢測的這個時序來看的話 應該是由16870 傳染給16859這樣的可能性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是在今天把16859 改判為這個本土的個案 16870仍然維持是境外入的個案 繼續乖頭 轉告馬來西亞的賓賓 賓賓賓的衛生宣是為了第一天 來協助關懷及到結局的賓賓 每天透過電話關照他們的健康狀況 也能在否有需要的時侯 來提供積視的援助 马来西亚保险有4万7千名 新冠危险较近的病患 不得意爱在家里的结理 为了要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并且卫生局委队主席志工 协助政府关怀及家结理的密切接受者 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 如果需要到PKD的 我们直接可以召唤到他们 他们就马上行动了 不得志工欢迎 自己在卡电位过程 让人动作是诈骗集团 志工在必须要花一些时间 来向结理的人组合介绍 也在过程中 关心他们的生活总统 提供必要的协助 他在犹豫的时候 我就是多介绍一点 你知道2017年的水灾 在白亿北海事发生很严重 有看到那穿蓝天白云的 所以他们就比较有印象 有一个个案 他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 没有邻居 可以帮忙他们去买这个食物 讨论过后 我们决定提供他们一家三口 连续四天的一日三餐 当他收到第一餐早餐的时候 他就拍给我看 很感激有你们 当下是很感动 简单的一桶电话 对密切接触者来说 可以让他们不安的心安定下来 也让他们在这段上次 没做的日子 感受到人感的温暖 虽然变得不正 但是人感处处全不安爱 台新闻 余少年李嘉宁 马来西亚博德 加拿大主席加当分会 接受了原住民的组织要洽 第一次合作 在安大略省的米尔顿 来基盘去证 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是第一次接受中业的担忽 大家开始认证 但是体验以后 这个感觉都不错 不但不记得十九世纪的历史 保留刚才的原住民文化 原住民族做这 凌智很多有才有的 中路级的原住民族 在乡村数据公园 设定传统秋冈野品 疑伙丹尾 主席任理会受邀请 合作基盘议进 当一几点 踩下去辛苦 以为会痛 但第一次的感觉 很奇妙 很奇妙 像一万亿 我依然认了 我们做了一万亿 我以为是用刺痛 因为我经常知道 用刺痛的 但是我一直以为 但是不让刺痛 很苦痛 其实 我根本不令 我当时回头 那是硬的 我的脚楼 因为我会想到 它是这里 而它是这部 我会想到 它是哪里 所以我感觉 很高 我感觉 我感觉 一点点 我感觉 没了 没有 但我感觉 不清楚 他做了 但我觉得 很明显 很多人都是有關 小小的希望 持久 維持現狀 這樣所有人都很快樂 記起來 呼籌他們 呼籌他們 他的心服 和動物 他們的家 我認為整聖社會 很多人並沒有光榮 這 remained感動 我們很 omnipotent 每一位都機場說 這不是美好的幸運 台北新聞 張揚超 王美玉 跟他台北 最有印象的應該是去年 對啊 在關懷古店擔任幾天十多年 中間還要經歷中風 但梁振一阿公不退出 繼續服務 太太也作為在關懷古店 為大家料理好吃的餐店 台中自個便宜高齡 優先社區新高店也會入第十年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雖然因為疫情 今年新高店 發表會縮小規模基盤 但心意不減 希望結合自身跟醫療 繼續由中架來服務 台新聞 張桂端 楊俊廷 台中報導 日早日會 林先生本身有投入 有個定期都要洗藥劑 想不到在一年前有個中風 對新鮮的打擊實在很大 在最近他打開 徵頭有個海事 來到花蓮族的便宜才受治療 他想是想有真辦法 購入這個傷害感到最多 必然將他的徵頭切掉 六十二歲 林先生 努力作福建 一年前出現到中風 心心做受打擊的醫 卻在無意間 帶給自己更多的傷害 因為不安全的傷害 卻差不多要拖著他生命的希望 是黑掉了 因為通過 通過完血流之後 我們才有機會做他的重建 因為如果血流 血流沒有通的話 你切到哪邊就黑到哪邊 會更嚴重 中膽膜到小腿漸漸害死 沒有這幾大面對希望的遺憾 但是華蓮自這個病院 經營外科 正利福醫師 不願意放棄 糖尿病會造成這個 血管裡面的硬化 所以血腥都不好 一旦有傷口 血腥不好 傷口要好就很困難 所以要先改善血腥 然後才能做 只要血腥改善 傷口有時候傷口他自己就會好 心中外科 為林先生中間 退步的肥腔 看科別相求 一年多來 經歷骨頭的青蟲 終於流入了他的肚子 慢慢站起來 努力走出每一步 林先生中風越來越好 更加燈燒生活的每一劫 很謝謝鄭醫師 因為他的用心跟他的醫術 今天才讓我們這個家 還有保存著 感謝鄭醫師 非常感謝他 台新聞黃孟金翁國家 中江波華蓮報導 以上是台語新聞的報告 歡迎繼續《國際新聞》 我們總時間告好思宣 國有新聞要先關心國際消息 日本大阪有一棟商用混合大樓 在今天早上10點多 霸生了嚴重的火警 火事雖然是在半小時之內就被撲滅 但根據大阪市消防局表示 至少有27人送醫 當中還有5人已經死亡 城出大樓的火警 這個位在大阪市中心的鬧區 消防隊緊急出動了44台的消防車來進行搶救 這起火點初步判定是位於四樓的一間醫療診所 而大部分的傷者都是在四樓被發現的 目前現場還在持續救災當中 警方不排除有人為縱火的可能性 說到跨年許多人想到的熱門景點之一 可能是美國紐約時報廣場 不過現在紐約市長白思豪16號就表示 今年的跨年活動有可能會取消 因為紐約市的確診率三天之內是直接翻了一倍 再加上現在有Omicron帶來的威脅 紐約當局展開了防疫行動 除了要發放100萬份的N95口罩 也延長了各地區檢測中心開放的事件 紐約市疫情再度緊繃 根據資料顯示 紐約市確診率在三天內 從3.9%一路攀升到7.8% 直接翻了一倍 現在Omicron又來攪局 甚至已經入侵當地 當局表示目前紐約州 以及隔壁新澤西州的總確診數 新變異株占了13% 紐約市雖然Omicron染疫人數不多 不過有鑑於Omicron在其他國家的傳播速度 衛生局長不敢大意 為了對抗疫情 市長白絲毫火力全開 除了發放100萬份N95口罩 以及50萬個居家篩檢試劑 也擴大檢測中心駐點地區 並延長開放時間 當然市長也不忘最重要的加強劑 至於民眾最關心的時報廣場跨年活動 會不會受到影響 白絲毫表示目前照常舉行 不過不排除可能會有變數 帶來新聞細條評語 中台雷一在16號已經登陸了菲律賓 而現在它已經從強臺減落為中度颱風 但是伴隨著強風大雨 在菲律賓有將近10萬人是進行了預先撤離 但是還有5千多人現在是流離失所的狀態 不過好消息是這次颱風沒有傳出任何任務上網 狂風大作 海水衝進沿岸堤堤防 颱風雷一夾帶豪雨登陸菲律賓 不少民眾緊急撤離 颱風登陸地點西亞高島和10年前瓦西颱風相近 當時造成一千兩百多人死亡 兩年後 強臺海燕災情更為慘重 五千多人不幸罹難 這次雖然也帶來重大損失 索性沒有傳出傷亡消息 在同時我們已經快速掌握了熱餐 所以他們可以給予以 我們快速掌握了護衣服 當屋之急是提供災民安全避難空間 確保他們獲得食物和乾淨飲用水 同時還要嚴防疫情 目前菲律賓已經出現 兩起境外Omicron病例 病毒尚未進入社區 但在災情夾擊下 當局擔憂 一旦爆發疫情 醫療系統恐怕無力招架 呼籲民眾趕緊接種疫苗 美國遭到龍捲風重創 刺激芝加哥分會 就前往肯塔基州的梅菲爾德鎮 來進行勘災 而這一次 志工市開了六個多小時的車程 才抵達重災區 但沒有想到一下車之後 發現眼前所見的建築物 全都是被以為平地的狀態 小鎮裡頭瀰漫著哀傷的氣氛 居民的生活可以說是相當的不好過 而此季呢 現在預計在21號要先展開 1000美金的限制卡發放 讓這一些受災民眾 至少能安然度過夜旦節 我一位最初的報告 這次報告 现在它被称为了一个EF4Tornado 在Mayfield,Kentucky 它们已经被称为了整个城市 它们维持了很多的城市 最后我能够说的是 它们看起来的战争 它们看起来的战争 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一个地区 20分钟之后的地区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每个瓶的瓦瓦 我们在这里的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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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我们看这个 食物和水都很好的 但是我们到这些人 他们失去所有的货物 一些人没有衣服 甚至是简单的东西 他们甚至没有衣服 带着帽子 他们没有衣服 这是他们的最强的时刻 我最能做的就是 站在来和他们聊天 然后就试着我能做的 在一个座位的需要 我们将来美国人一起来 帮助大家 谢谢您做的 谢谢 你好 你好 我们可以进来 此季预计在下周 二十一 二十二號兩天 先發發一千美元限制卡應急 讓受災民眾能好好度過耶誕節 大愛新聞 馬越 美國綜合報導 今天會到國內來關心 衛福部在今天頒發了 中醫藥第一屆預接獎 而花蓮慈濟醫院林新榮院長 所領導開發的禁絲本草椅 以及治療腦瘤的當歸 靠癌藥護都雙雙獲獎 接著我們要頒發的是 今天預接獎的新傳部 獲得第一屆預接獎 殊榮的林新榮院長與研究團隊 以八種中草藥開發出 靜絲本草椅 有效對抗新冠肺炎病毒 上人的智慧 所以我們有了靜絲本草椅 可以在瘟疫期間 像有一些陰陰癢癢的等等 或是重症的 精症的 真的本草椅 幾乎也沒什麼副作用 花蓮慈苑醫療團隊 將中藥常用活血藥材當歸 製成高濃度藥劑 成功治療手術後的腦癌病人 也獲得預接獎肯定 我們都發現很多不可治愈的腦癌 已經都活超過兩年以上了 真的可以抗癌 花蓮慈苑副院長何宗榮表示 中西核療從急診住院門診 中醫師的專業介入都相當有成效 也因為慢性不遇傷口 我們用中西核療讓很多節肢的病人 不用再被節肢 花蓮慈苑以中西核療與創新中藥研發 獲得肯定 為更多病人找回健康 在新聞 蔡佩穎 梁佳明 台北報導 均衡社區武術國在搭配調整飲食的形態 結構甚至是這個烹煮的方式 讓您的身體能夠更健康 而這一套理念其實是中醫師鴻友士 先前在德國進修的時候 所學到的一種健康生活方式 而最近他就在桃園各個社區來進行推廣 也獲得不錯的回想 在石器擺盤上我會覺得說 很像用擦花的心 我這一朵花要擦在哪裡 我這一道食物我要怎麼樣擺 我吃下的這個每個餐 我都是用心去擺盤 所以讓心沉定下來 然後再透過看到美麗的一個食物 我會吃得很開心 第一期學員的歡喜分享 讓大家對接下來的盡善新生活 有更多期待 第一期的學員有82位 那在結業之後 我們聽到非常多的學員 他們感應他們的身體 都有很多的變化 所以我們就繼續籌辦 我們第二期 希望在這次的淫隊中 可以帶給更多人身體健康 幫助了很多人逆轉 均衡攝取五蔬果 再搭配調整食物形態 結構及烹煮方法 中醫師洪有氏 將自己在德國進修時所學 與大眾分享 透過飲食的一種生活方式 不一樣之後 它會引導一個人影響全家人 那這個影響全家人之後 吃對的食物對身體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 平日從事泥水工作的陳淑慧分享她的改變 藉由食物與健康的連結讓更多人願意如宿 改變也從這一刻開始 帶來新聞至聖美志工李美如 陳陽翔桃園報導 因應蔬食潮流 一手大選就看見了這個趨勢 結合了校內各個學校 要共同來推動文庚飲食計劃 讓無肉不歡的學生 現在也能夠來發掘蔬食的魅力 這個是植物肉漢堡 吃起來也是蠻有嚼勁的 然後它的味道很香 植物肉排鋪鼻香味不輸漢堡肉排 負責掌廚的大學生來自澳門 原本無肉不歡 一開始就想說 沒有肉會不會很難吃 對 但是後來嘗試 醬料配搭 然後可能一些酥肉 或是一些像天貝這種 很少接觸到的東西 然後接觸到之後 原來也蠻好吃的 健康環保的蔬食風花到大學裡 一手大學推動維根飲食計劃 它是一個潮流 而且它是一種生活態度 那其實我們是在第一線現場的老師們 我們在做生命教育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案子 可以啟發同學對於愛跟慈悲 把同學的這個本能換回 除了我們廚藝參與的部分 也邀請了醫學院營養系 這部分的老師來進行這樣一個合作 校內多個科系合作 學生得跳脫傳統 以肉為主的烹調方式學習 我自己覺得 素食在烹調方面比較不容易 可能要把口味做得跟葷食一樣好吃 也是一件需要下功夫的事情 墨西哥捲餅還有漢堡 學生發揮了創意 開發各種菜單 要跟上蔬食流行風潮 帶來新聞 陳怡珍 鄭若平 高雄報導 為了要讓學生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 勇敢地來開口語 說英文 高雄的鳳翔國小就特別設置了英文商店 學生是以通過英文認證的收集點數方式 然後可以到商店來兌換相對的文具 或者是零食 儘管這全程都必須要說英語 不過現在有了商店的情境和兌換的誘因 也讓學習變得更生活化 也更加有趣 拿著學習護照英文認證點數 學生就可以在英文商店兌換東西 這樣的方式很有趣 今天換了什麼 我今天換了一個筆記本 就可以讓自己出去買東西一樣 你現在有幾點 六點 這個等於是小朋友自主的學習 對 那我們給他一些嬌小的獎勵 那這獎勵是他生活中用得到 譬如說文具啊 筆記本那一些的 然後可以當作是一個誘因 英文教室佈置成商店接情境 過程中師生一起製作 讓英文對話自然融入生活 我們是希望讓孩子在日常生活 就可以學習英語 不要把英語當成一個科目來做學習 高年級學生充當商店老闆 其實就是低年級學生的英文小老師 幫忙小朋友對話 可以增強自己的英文能力和表達能力 出自了巨型充氣攀爬牆面的耶誕老公公 其本以情境模式揭發 學生的學習意願 讓學習變得有趣又好玩 大愛新聞學林 蕭鴻樹 高雄報導 隨著封面通過今天冷空氣報導 全台都能感受到明顯的降溫 氣象局表示 這一波冷空氣接近到大陸冷氣環等級 而明後兩天影響會最為明顯 北台灣的平地低溫 有機會會下探到10度左右 今天隨著封面通過以及冷空氣南下 北台灣氣溫已經開始在下降了 而且越晚會越冷 而中南部地區在入夜之後 也會感受到天氣明顯的轉涼 那最低溫的時間預估 就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這段時間預計中部以北 宜蘭地區低溫大約12到14度 而在南部以及花東地區 低溫大約15、16度 但是空曠地區 以及一些比較鄰近山邊的區域 氣溫還會再低一點 我們預估明天清晨 在北部比較空曠或近山區的部分 最低有可能來到10或11度的低溫 提醒大家清晨前後 一定要注意保暖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大愛全球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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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